《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又到我們節目時間了 英文和中文一樣 用很多人體的生理狀況來做日常用語 譬如說這件事真的很麻煩 很頭痛 This is giving me such a head ache head ache 頭痛 大家都知道 但現在我們廣東話 我們自己的語文 不說頭痛 說頭痕 新一代的語言 英文有沒有這樣的 就不太明白 要小心 頭痕 會不會說 Itchy head 不說head 說scalp 即是頭髮 頭髮 即是頭皮 scalp 即是頭皮 Itchy scalp 跟我們隨口說的麻煩不一樣 所以真的要小心 他們每次都說 Itchy throat 喉嚨很癢 Itchy throat cut 試試 都是生理狀況 純粹 這個跟麻煩無關 這個跟說話都無關 是喉嚨癢而已 But itchy feet Oh 我知道 即是香港腳 不是 這個不是心理狀況 反過來 這個腳很癢 是很想去旅行 接下來七月八月 大家暑假的時候 全部getting itchy feet wanting to travel Right Itch這個字通常是 I'm itchy for something 是很急匹及待 等不及要做一些事 Itch這個字 不一定是壞事 但亦都不一定是好事 可能大家聽過 用中文說 就是七年之養 The seven year itch seven year hyphen H 原來是說一段婚姻 通常是說 去到第七年 就有些不安於失 就有些麻煩出現 之所謂七年之養 用生理狀況來形容一些麻煩 除了英文是head ache之外 就不要說頭痕 是這個 我很怕他 很麻煩 He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為何是頸痛 不是手痛 不是胸口痛 亦都不是說頭痛 A pain in the neck 沒有解釋的 沒有解釋的 不是有的 我懷疑 但是現在不說了 其實我還未確認 但是 He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這裏 後面 屁股 這就是俗一點的說法 亦都是再colloquial 很明顯 等於很麻煩 然後你再加些座語詞 一樣的 還有一個生理狀況 時事都是要來講的 就是 什麼來的 Hiccups Hiccups Life is full of hiccups 不是很痛 亦都不是很癢 Hiccups 打Eat 是令你覺得很不方便的 有些人覺得會很辛苦 Hiccups 時事說 生命是充滿一些 小挫折 令你很不方便 很不愉快的 Hiccups 這件事 就不只是說生命那麼大丹 譬如有些事 喂 做好它 I don't want any last minute Hiccups 我不想最後有些什麼 小阻制麻煩走出來 No hiccups Bye Bye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